小孩子說台語,我是男生的名字 第一集,親小片 我們來看爸爸的父母,台語要怎麼說 爸爸的爸爸,叫做阿公 爸爸的媽媽,叫做阿嬤 媽媽的媽,我們如果是動作阿嬤的威,要加重音,叫做阿嬤 所以我們那個,聲明聽說有 公媽,公媽,就是在說阿公跟阿嬤 爸爸的兒女呢,比我大的女生,叫阿姬 比我大的男生,叫阿兄 比我小的男生,叫修弟 比我小的女生,叫修妹 所以,假設有這麼多的小孩,我們就叫做兄弟姊妹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有兄弟姊妹 但現在的人,小孩生很少 常常生一個,就沒阿兄,沒小弟,沒阿姊,沒小妹 這樣就很辛苦 那爺爺的女兒 我們來看,以爸爸為中心點 爸爸的姐姐,叫做阿姑 爸爸的哥哥,叫阿伯 爸爸的弟弟,叫阿姊 爸爸的妹妹,也是叫阿姑 所以阿伯,阿姊,阿姑 這個爺爺的兒女,有這幾個角色 那阿姑的公子呢 阿姑的公子,叫做孤長 阿姑跟孤長 阿姑跟孤長 阿伯的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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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的母就叫做阿恩 阿伯跟阿恩 阿伯 阿伯的阿伯,可以叫做大伯 第二的叫做李伯 阿伯,大伯,李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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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以此類推 阿伯的母呢 阿伯的母呢 阿伯的母叫做阿嬤 阿伯跟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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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的父母呢 媽媽的父母 叫做外公跟外婆 外公跟外婆 因為她是媽媽那邊的 所以用外公跟外婆 外公的 子女他四歲呢 媽媽的哥哥 叫做阿姨 媽媽的弟弟也可以叫做阿姨 媽媽的姊妹就叫做阿姨 媽媽的姊妹就叫做阿姨 外公的子女 要怎麼穿 我們用媽媽的胃中心來看 媽媽的哥哥叫做大姨 最大的叫大姨 第二的叫二姨 第三的叫三姨 最小的叫做萬姨 阿如果是女生的 女生的大姨、李姨、三姨 最小的叫做萬姨 同樣的意思 阿姨的母 阿姨的母叫做阿金 阿姨跟阿金 阿姨的公 阿姨的公 叫做二姨 阿姨跟二姨 阿姨跟二姨 一些資料 你叫這些資料 貝款貝款貝 才嫁一間貝 寫你的名字 電話 主席 來到這個貝心 我們會為你出貝 謝謝 謝謝收看 謝謝 羅蘭